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动用了储备金以资助雇用补贴计划和特别风险分担计划 跟今年年初比较 我们现在的情况有了改善 全球的经济略为稳定下来 我们采取的措施 软和的工人所受到的影响 虽然新加坡所受到的冲击比多数国家严重 但是我们的失业率还是世界最低的之一 除了政府尽力而为 我国人民也表现得很坚定 很团结 这些有利的因素使我国的经济在第二季出现了强力的回弹 也使我们在今年上半年只萎缩6.5% 虽然这是相当大幅度的萎缩 但是我们的情况比我们预期的好 所以我们能够上调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全年经济预料只将萎缩4%至6% 但是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 经济展望还不明朗 一般预料 发达国家的经济不会在经济内回弹 我们的出口量比去年的低得多 新加坡航空公司和其他新加坡企业的处境仍旧十分艰难 今年出现时候还可能出现另一波的裁员现象 因此我们应该保持警惕 以应付更多的挑战 过了今年 全球经济问题一定要将持续一段时日 虽然外界的环境对我们不利 但是这不等于说 我们就无法发展 我们可以另找出路 应该寻找发展和创造财富的新途径 我们不难找到新的商机 特别是在亚洲 只要我们够精明 懂得变通 就能把握时机和开创三机 我们的企业和工友已经做出调整 以配合时代的需要 许多公司改变了业务流程 采取革新的方法 以开源交流 并且全力开拓新的市场 工友也利用技能提升及应变计划 提升自己的技术 接受再训练 做好转行的准备 工会尽量跟雇主配合 以适应新的情况 而不是抗拒改变 我们应该保持这种积极的态度 我们在解决眼前的问题的时候 也不应该副略长远的发展 政府成立了一个经济战略委员会 以探讨如何重新打造我们的经济 包括探讨如何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如何建立新的业务 以及如何取得持续平衡的增长和克服局限 委员会将邀请企业界人士参与工作 及时广益 以争取振兴经济的最好对策 委员会将在明年提成报告 我有信心他们能够提出良好的建议 一旦欧美和世界的经济复苏 我们的对策将发挥作用 使我们再次脱颖而出 成为生机勃勃的亚洲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也许觉得困难重重 但是我们应该从更长远的观点看问题 新加坡在1959年成为赤字帮 我们当家作主已有50年 半个世纪以来 我国多次面对重大的挑战 包括60年代的种族暴动 70年代的两场自由危机 80年代的严重经济衰退 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 91117事件 以及沙士危机 每当危机出现时 新加坡人都能同心协力 使国家一再平稳地走出困境 保持繁荣昌盛 并且取得今天的成就 我们原本不是单一民族 我们的祖先来自不同的地方 属于不同的种族 它们飘洋过海到新加坡 是为了替自己和家人寻找更好的生活 各族群在经历了争取独立的斗争 经历了艰难的建国岁月之后 开始产生了认同感 在遇到困难时 各族都能同心协力 以群体的利益为重 因此克服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逐渐加深彼此之间的认同感 而且更有信心应付下一次的危机 就以目前的经济风暴来说 人人都尽力解决问题 在政府和人民之间 在雇主和雇员之间 体现的是互相配合 互相支持的精神 这使企业得以生存和维持竞争力 而工人也能保足工作和维持生计 此外 政府也加强了就业奖励和社区关怀基金等计划 以巩固社会安全网 这场经济风暴带来严峻的考验 然而 过去的经验给我们带来信心 相信我们能够再次化飞机为机会 进一步加强社会的领域力 以提升我们的经济 我们在防范加行流感的时候 也是齐心协力 与严短流感的传播 我们有优良的医疗 自私和医护人员 也有负责任保持警惕的民众 因此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使我们能够研究流感病毒的特性 以及做好防范的工作 不论是应付经济衰退 还是防范流感 新加坡人都不会觉得自己在孤军作战 只要你尽力而为 就会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和扶持 团结一致是我们一再成功的要素 我们应该不断加强这种精神 并且尽量消除社会潜在的隔阂 新加坡人和新愚民之间 穷人和富人之间 以及各种族或各宗教信仰者之间 都可能存在隔阂 我们经常听到各地爆发的种族或宗教冲突 比如奥迈去年的恐怖危险事件 也加达最近的爆炸事件 在新加坡 我们必须尊重彼此文化、习俗和信仰 此刻社群互相信任和睦共处 并且逐渐扩大共同的世俗空间 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 我们有能力解决这种种的问题 我们正努力促进经济的增长 加强社会的凝职力 以及重新打造我们的城市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新的新加坡 我们正在改善居住环境 建造更优良的公共知识 布设更多的律师地带和公园连导 我们为学生提供更多深造的机会 提供更多大学学额 我们也在建造新的医院 改善护理服务 为全体人民提供更方便 负担得起的医药服务 我们为我们的城市注入新的活力 这包括提升全岛各处的族区 重新打造市中心 使它成为一流的购物和娱乐地带 并且在滨海湾、大兴土木 一个全新的城市风景线 正逐渐成型 亲爱的同胞 我们在办事之前 成为支持帮以来 经历了许多考验 也为自己创造了很多机会 不论大环境是好还是坏 是晴天还是雨天 我们都应该肩并肩 一起为国家的未来奋斗 以建设一个更好 更有活力的国家 以及一个独特 值得我们自豪的家园 我祝全体新加坡人 国庆日快乐 您刚收看的是 黄根城副总理 代理显龙总理宣读的 国庆献词 本节目将在明天下午1点 通过8频道重播 节目附上中文字幕 方便听障人士 明天 到后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